Hello 大家好 我是Josie 我是一枚社工 灵性咨询师和灵媒 Hello 大家好 我是Bash 我是一枚招呼师 灵白指引师 志向老 同时也是一位灵媒 恭喜你 今天终于你说你是灵媒 如果你今天不说的是灵媒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拖下水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主题是灵媒见鬼了 对 灵媒见鬼了 这是我们常被问到的问题吧 或者是如果你是灵媒的话 或者是你有灵性能力的话 这是我们每个人会经历的事情 应该这样讲 对 因为我们上一个影片是说 眼睛看左上角嘛 那时候我们说灵媒见鬼了 见到什么的 分享一下说我们灵媒见鬼 到底是什么状况 以及我们在我们上发生了一些鬼故事 还有一些小提醒 所以我个人觉得啦 Grace 就是每个灵媒好像因为感官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鬼的方式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 我个人的话 见鬼方式有几种 一个是类似意念型的见鬼 另外一个是肉眼见鬼 意念见鬼 你意念什么见鬼 灵媒体是刚开始的时候 是靠身体去感觉到 就是寒冷 然后过后呢 慢慢演化成眼睛开始 更加的注重观察周围 然后眼睛就开始看到了 看到的第三个是 你会毛骨悚然一下吧 就是从 你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鬼 什么鬼 电视上的那种鬼吗 还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 实体的鬼 它长什么样 大部分的鬼 人模人样 那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是一种什么样感觉 你看到鬼的状态 和你平时的状态是一样的吗 会一样 可以讲说是蛮一样的 稍微刚开脱的时候 稍微会有点恐惧之外 过后都OK 就是蛮一根 就好像看到一个普通人一样 那那个人 那你怎么区分 他是人还是鬼呢 他是不存在这个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位置 他们所在的位置很诡异 比如说 就是那边是不会有人的位置 比如说 就比如我现在坐这个座位嘛 然后我这个空间只有我一个人 我坐着这个座位 可能我到厨房洗东西的时候 我这个座位刚好坐着一个人 就可以完全分辨了 因为这个空间 这个位置就不会有人了 就是那种很诡异的地方 它出现一个很实体化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实体化的人 对 这个是肉眼看法 意念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他就坐在旁边了 但是如果是那种感觉特别强烈的 比较强烈的 就是身体会寒风入骨 然后就是那种骨头会痛的感觉 情绪上的变化都还OK 就是 第一刹那就是空间被侵入嘛 我的空间被侵入 因为我稍微恐惧会有点愤怒的感觉 那么Josie呢 我有好几种看到鬼的状态 就是我的状态不太一样 就是我接受到讯息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那么我可以看得到鬼的状态也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像贵师你好 你可以是肉眼看得到鬼嘛 然后我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 我也可以用肉眼看得到鬼 但是那个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比如说我刚睡醒 或者是我半梦半醒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脑电波 可能是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状态 然后我的整个脑子是很麻的 很麻很麻的 然后就是就感觉好像你的那个脑心 脑心深处有一个那个发电机 你知道就是松果体那个地方 有一个发电机在发电 那个地方就有 都有发电 然后在那种状况下 我就可以用肉眼看到非常实质的鬼 对 然后我不仅可以肉眼看到它 然后我还可以抓到它 听到它 就那个时候的我是属于频道非常非常开的状态 然后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很不舒服 就是对我来说 那个就是你知道 你脑子里面在发电那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的话 如果我发呆 就是我坐在那边发呆就这样 翻白眼的话 偶尔会有一个影子 黑影这样过去 就是很真的很黑 很明显的一个黑影这样子打过去 可能是鬼吧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是平时的话 就是我不用发呆 就比较正常的状态 因为我比较正常的状态 我是可以看得到那个能量的波 然后有时候那个能量的波 在某一个地方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灯塔的感觉吗 不是 那个波好像是 好像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散发能量 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车的前面的那个空气波 对 但是 那个人呢 但是那个空气波里面 刚好有一个小小颗 它打乱了那个波的频率 但是它以它为中心 在往外散发 散发着它自己的波 我个人还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一个鬼 在能量层面上存在的方式 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存在体 在那个波里面 这样 这样散发 就好像血液里面的那个细胞在游动 就是突然间放大镜的那个细胞的感觉 突然间向外散 它像是在里面游动 但是它是在散发能量的 所以它自己也是有不一样的波的 就是小小的 可能我们在能量层面上 我们也长得一样 但是对 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 它是鬼 或者是它是精灵 或者是它是别的什么 那我现在就把它认成是鬼 因为它跟我就是 最近做功课所认识的鬼的那种感觉还蛮像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鬼 我研究了很久呢 我研究了两三年 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东西是鬼 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它是能量球这样 对 因为你这个看法可能需要鉴定 就是看到能量的 你需要去鉴定它是鬼 是精灵还是天使 是哪一种能量体 在这一边环绕着 然后肉眼看到实体的话呢 你就不用再想去鉴定看了吧 那很明显的 你又来了 很明显的 因为我常被外灵欺负嘛 然后在我是那种状态下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 还可以听见它 它离我很近的时候 我还可以闻到它身上的那个味道 就很恶心 对 有的鬼身上真的是有味道 它就紧过你的时候 你突然就闻到某些人的体味 我觉得大部分的鬼都有 因为如果它们还是保存在人的状态的时候 它们就还有那个人的个性嘛 就是你闻得到它身上的那个味道 就靠你很近的话 就很像是你在跟另外一个人沟通 但是我就觉得太近了 这样就很恶心 我们现在来聊一下鬼故事好了 那边有种好精彩的鬼故事 就是发在你身上亲身经历的 我亲身经历的 我说鬼故事 它完全没有鬼故事的氛围 我就说一个是我在 那时还没完全进入身心灵的这个状况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我算是绊马瓜吧 就是绊马瓜 然后 可以说眼看到鬼门人还是绊马瓜 你是要70多少人 但是因为我跟你一样 我见鬼也是需要调整的 我说两个 一个是被骚扰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静静地看着我 就是我说静静地看着我好了 我那时候是在 算是很多年前 我在商场里面 在商场里面 我在商场里面呢 里面有一个茶馆 就是那种泡风乌茶的茶馆 然后就专是卖茶的 就没有什么顾客会坐在 那个主人席那一边 因为主人席那边是 那个店的主人坐在那一边 然后泡茶给顾客喝的 然后因为茶文化是华人嘛 很少马来人会买 我们在马来西亚 很少马来人会买这个茶的 所以呢 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在那一间店里面 的那个 我走去他的店的后面 然后转身一看呢 一个人 他是在那个主人席那边坐着 他是一个马来人 而且是包着那个我们说2Done 就是包着那个头巾的那种 然后有点微胖的 就坐在那边 然后他就看着我 然后我就看着他 然后就看着他 我们就怎么 确认了眼 确认了眼神 对看了一下 对 而且它是深色是代表灰一点点的颜色 就是不是人的肉色 可能比我现在长白的脸色 再灰一点点那种色子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就说 啊 我看到了 然后把头 转头再看一看 再看回去 看不到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还好 就是我把它轻描淡写了 第二个呢 是在我的 之前的那个工作 工作 就是办公楼里面 那时候我OT 然后我OT到很业的时候呢 公司里面完全没人了 一个人也没有 然后呢 我是坐在靠近那个防火门 跟那个两个小小 储藏室的门 的附近 所以就三道门在我的位置的附近 它就在我旁边罢了 又有三道门 然后呢 突然间储藏室里面的门 突然间就是很大声的 那种敲拍门的声音哦 因为它是个木门 它就很大声拍门的声音 然后我当下是一个人在公司吧 然后我在那边 就很安静的 然后就心里是很恐惧的 就很焦虑了 很恐怖 然后我就吓到我就 啊九点了 好吃哦 我觉得应该收拾回家了 嗯好 我就现在就开始收拾哦 因为那个感觉 这个他说我要离开了 你不要扫人我 把这个时间跟空间还给你我走 哦 对 就是传达一个讯息出去嘛 有言语跟举动的时候 就比较整理 所以就把话说出来了过后呢 就把电脑收拾收拾收拾 就把它关起来 然后就慢慢的走出去 然后就锁门 而且我们锁门哦 是要把整间公司的灯关完 灭完那个灯过后呢 还要去按那个房间门的密码 就是完全漆黑的状况 就下去按房间门我们 就是你已经被鬼警告了 然后你还要去全黑的状况 按房间门的密码 然后就走出去 一走出去过后呢 那个电脑走 然后就嗯 这个就是我两个 我觉得还OK的经历 讲起来好像这样 很恐怖 真的没恐怖 但是你的比我 比我的要好很多 对 对因为我是真的没有什么很恐怖的鬼故事 我可能也有很多很好笑的鬼故事 就是这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次见到鬼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鬼 就是我第一次 呃可以看得到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知道 我自己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 那是过了大半年之后 我才发现说 哦原来我看到的东西是鬼 就是你知道 有这种很迟钝的人 那我第一次看到鬼的时候呢 就是呃晚上睡觉 睡醒嘛 就是有人在我身边 耳边就把我叫醒这样 然后叫醒之后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我床边 啊明显他是鬼 因为他是悬浮在半空 他悬浮在 但是他又长很帅 很帅长很像彼得潘的一个小男生 红红红头发外国人 然后还有牵了一只牧场里面的牛 然后他就在那边 哈喽 就羊羔 你表情很灿烂你知道吗 就哈喽 就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又是被叫醒 我有起床气嘛 然后我当时就 妈的 然后我就翻过去继续睡 这样 我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很不耐的人 然后之前也是有一个 有人在我耳边啦 就是可能是一个老奶奶 但是呢 他有 他讲英文 他有爱尔兰口音 然后也是在我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睡觉的时候 最容易接受到 这种有的没的 然后睡觉的时候 就是爱尔兰老奶奶 在我耳边讲话 就讲什么想什么 讲什么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第一反应是 哈哈哈哈 你的口音好好笑 然后他就不讲了 我觉得我好坏 就嘲笑人家讲英文的口音 然后结果人家就不讲了 对 这是我第二个 然后后来都遇到的就是那种 就是我常就是遇到那种会来骚扰我的外领嘛 之前我也在频道里面有分享过 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帮他们做什么事情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突破恐惧这一堂功课 所以说来找到我的人 或者是找到我的外领 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那种很友善的 都是那种比较不太好 或者是比较会欺负人的 因为我在灵魂状况下的存在本质 就是那种会比较没有力量 所以他们就 我会吸引那种会欺负人的外领 让我来锻炼我自己的力量嘛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出现的都是那一种会 会跟他们打架的那一种 或者是我要学会要怎么在灵魂状况下要保护自己 或是把自己的勇气找回来 但是那两个是我记忆犹新当中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对 我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灵魂见鬼了 我们好像是说日常那种跟小孩子说故事的感觉 而不是说鬼故事的感觉 因为我真的鬼不是像电视上那样吓人啊 真的鬼就是人啊 他们也没有特意功能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变得 至少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啦 我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吃翘流蟹啊很恶心的鬼 我看到都是长得像就是蛮像人的鬼 对 因为我有一个见到其中一个鬼呢 他是车祸死的车祸死亡的 然后的确他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呢 很美丽很端庄很有女人味 然后他真的是样貌OK的 可能我的滤镜吧 我就说在我面前出现了别瞎找我 人模人样的出现 可能我这个滤镜吧 没有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当我们变成灵魂之后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初听的体验 就是你会本能的就是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你还没有进入白光之前 你还有这一世的身份认同的时候 你会本能的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也遇过半壳头 嗯 就是剩下这一部分半壳头 他可能是在那一个创伤 创伤就是太过了 对 他是那个创伤太过又把他走过了 他是对我微笑的 但是我遇到的鬼还蛮友善的啦 就是只有一个曾经就是攻击我之外 别的都还OK 我好羡慕 我怎么我现在都是在攻击我 我最近 我最近也都在攻击我的 我的是我的 攻击我的那个是戏曲 他算是去摄取我身上的养分的那一种 然后呢 最近的话呢 就是被叫醒 就再睡着了 过后就拍你的肩膀 起床咯 起床咯 对啊 我常被叫醒 但是我又是一个有起床气的人 嗯 所以现在很多鬼先生他不会来叫醒我 但是他们会在我状态很弱的时候来欺负我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啦 如果你真的很想见鬼的话 就是很多人就想说 我也很想要看到这些东西啊 我也很想要去有这样子的 灵性上的神秘性的体验啊 Grace有没有一点什么小提示 你听到这句话 你是不是很想翻白眼 我提到这句话我想翻白眼 因为很多看到的时候很希望看不到 对 我遇到很多看到的时候 如果看不到更好 嗯 对 你觉得看不到之后 人生好像会过得比较简单一点 对对对 而且我遇到的是很多都是天生的 就是天生有这种可以看到的那种体质 然后他们常年累月的是那种尽量的看不到 对啊 对啊 大部分看得到的人都会觉得说看不到比较好 对 因为你看到了之后其实你人生功课还要做两份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对 我们人生功课都是大部分 对而且跟鬼做功课有一点 你知道吗那一种就好像版主的其中一个功课是用心聆听嘛 但是是跟鬼做功课 跟鬼还要跟人做功课是两项功课 对 然后我们跟人跟鬼其实是同一个功课 但是两项 对对 像我现在就是我之前的人生功课是要站在我自己这一边 就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要把自己的力量找回来 站在我自己这一边勇敢地说出我自己的需求 那现在我的灵魂就到了说OK 那你在灵魂层面上你也要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在灵魂层面上我还是有恐惧我还是会害怕 就是我恐惧别人会伤害我 我恐惧未知的事物 所以说就会就会让鬼来测试我嘛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在跟鬼做功课 就是就很让人抓狂啊 因为你有没有实体的人 你有没有办法抓过来给他打一对你知道吗 对 而且他不一定可以跟狗狗刀 对而且你是没有办法骗人 因为在灵魂层面上你是没有办法说谎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骗自己 你也没有办法去骗到你周围的鬼 你不行就是不行 你没力量就是没力量 人家就是会来欺负你 因为你的能量就是那个能量啊 你骗不到的 而且鬼很好玩的实际上是他会欺负你 是因为他们对于能量的感知 对因为我们没有物质身体之后 我们所有的一切感觉都是对能量的感知 所以他们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好欺负 他们就会来欺负你 对我们做人啊还要去判断你知道吗 做鬼就就是你了 你做人还可以掩饰一下 你还可以装一下 但是做鬼不行的 你在能量 在灵魂层面上就是不行 所以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做功课的狱卒状态中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很 就是说你干嘛想要看到鬼 你是哪里跟自己人生过不去你知道吗 我每次听到这种问题我就很想要揍人 你是干嘛跟自己都过不去 你为什么很想要看到鬼 就就我就是因为好奇心嘛 对吧 但是好奇心会害死猫啊 我不知道你打开那个潘多拉盒子到底是什么 你对自己能量还不太了解的状况下 随随便人去看到一些有的没的 你想想你自己的人生功课都没有办法处理了 你觉得你会有办法去处理你更未知的事情吗 我们对于宇宙是更未知的 对吧 这个我赞成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那么好奇吧 你看到就看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真的是很佛系 对 需要去执着吧 因为你看到了你不一定会如何去面对 就是不需要执着 但是我还是很执着你知道吗 就很想要不要看到 但是我被告知说不行 好痛苦哦 因为我有功课要做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大家看不到是幸福的事情 不会不需要太执着 那如果真的是很好奇鬼是什么样子的话 那鬼其实就是跟现实生活当中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可能在肉眼看上去 就会颜色稍微淡一点 对吧 嗯 对 然后他们的 你穿 如果或者是你穿过它 靠近它的时候会冷 会冷 我之前有莫名其妙穿过一个鬼的时候 然后我就 好像有点冷 就那个 那一块 你是穿过鬼 是鬼穿过我 它徘徊 一直徘徊 然后就一直在我身上 穿来穿去 穿来穿去 他可能觉得你冷 他可能觉得你热 他想把你降温 但是 Josie如果 你如果是对于 即使麻瓜都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 都好 你会给予遇见鬼的时候怎么样的建议呢 大部分 如果你还没有 就是像 没有看到过鬼的话 你就不需要自己吓自己 因为 鬼 害怕鬼这是一个社会意念 因为你 就像你走在路上 你不会害怕一个陌生人 那鬼其实就是一个人 你也不需要去害怕他 你只需要去 比如说你对一个陌生人要说什么 那么你对鬼要说什么 对吧 你不会莫名其妙去邀请一个鬼到你家来 因为你也不会莫名其妙邀请一个陌生人到你家来 你会说 诶 请问你是谁 你有什么事 或者是说 抱歉我现在没空 你会怎么对人 你就会怎么这样子的对鬼 所以 去 就是 也不需要用双重标准去对待人和鬼 一个灵魂它没有了物质身体 并不代表它有特权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鬼没有身体了 那它是不是有特权 它是不是有超能力 没有 好吗 就是我们有物质身体的人 其实我们的力量它是最强的啊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对 这个的确是 但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的是 见鬼的话 就不需要去害怕 因为每一个鬼它都有不同的存在 它不一定是 呃 会伤害你的鬼 它可能是留下来的意念 可能是真的是鬼 还是怎么样的 一只魂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第一个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去害怕 就当着看到一个东西就好了 是这样 反正你看到看不到它都在那边晃来晃去 不是说你看得到它就会伤害你 你也没有 你看我没有活得好好的对吧 提早学习做鬼 诶 我觉得能把人做好 其实就可以把鬼做好 就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能把人做好 可能做鬼也不需要经历很长吧 可能大多数把人做好了 很快的可以进入到百搏 对吧 嗯 是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 鬼是因为还有残念嘛 就是 还有执念 结束不了的东西 还有执念 执念吧 对吧 做人 活得 没有遗憾 没有执念 就是没有遗憾了嘛 对 死去的时候呢 都先少 会太 太多留在鬼那一边 嗯 对吧 那你现在有执念吗 我还有 我还有 我还是人 我还在 多了那些鬼 所以我们今天的 零媒嘎嘎聊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再见 OK 嗯好 拜拜 拜拜